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让武汉这座拥有千万人口的城市史无前例地宣布关闭离汉通道。 同年4月8日临时,历经76天封城之困的武汉,在春暖花开之际迎来苏醒。 一年过去了,春已至,花又开,凭借强大的韧性和蓬勃的活力,武汉被誉为疫后重振的风向标,成为世界观察中国的新窗口。 樱花、黄鹤楼、长江大桥、古青台,在武汉留学的贝宁籍大学生大名,用手机记录下春日里生稀勃勃的武汉,并分享给远在国外的朋友家人。 抗疫期间的经历,让他从疫情见证者到抗击者,从中国故事倾听者到讲述者。 如果你说武汉,他们说啊,武汉,这样就是会加武汉的发展更加快。 就是全国啊,很多全世界会对武汉,武汉更加进去,武汉的发展会更加快。 可能15年武汉会是世界上最美丽的试试,我觉得这个还是可以了。 疫情期间,大名留守武汉,与来自尼利利亚、坦桑尼亚等13个国家的留学生,成立了一支由23人组成的钢铁侠志愿者服务队,每天和学校老师一起,为400多名在校留学生运送生活物资。 武汉人就是非常端节,愿意在家里不出门,带口道,因为中国说防疫工作还是挺严重的,但是武汉人就是背后丈夫,这个是非常非常好,这是英雄,这是真正的英雄。 厄利特里亚籍留学生何诺,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攻读金融学博士学位,清理武汉抗议,深受出动。 他与朋友成立日记写作小组,记录武汉故事。 他说,武汉见证了求学生涯重要阶段,经济社会重启后,武汉复苏势头很快,自己想扎根武汉。 我认证了武汉从2011年,所以从那时,武汉是我的第二个家庭区域。 后来的疫情,它是很困难的时刻,但并不是不可能,而武汉选择绝了继续续。 所以,人们仍然是温暖给我,他们都很友善, 正如同时,他们都很友善, 所以,我没有任何不同, 在前面和后面的疫情, 所以,他们仍然是温暖,他们仍然是温暖, 我有很多朋友在武汉, 他们是参与民族, 武汉民族人, 当然,这就是我的观点, 武汉后后再次变得更强烈。 武汉拥有逾百万大学生,被称为梦想之城, 走在武汉街头,随处可见年轻面孔, 足以说明一座城市发展潜力。 今年年初,55岁的韩国老板崔震, 带着打造地道韩餐连锁店的梦想来到武汉, 在此之前,他多次实地考察。 疫情阴霾退散,武汉重归繁华, 重现车水马龙。 西壤人群,崔震, 禁探于城市复苏之快, 也坚定了在武汉实现 连锁餐饮梦的决心。 外面是很害怕的。 个人来自来看偶像, 商人或商工会很高昂。 一旦是很清晰, 有年轻人们也有多, 非常活动的地方。 而且里面从来看不到媒体的媒体封上, 通过媒体或媒体中的媒体封面的媒体封面。 在华中地区最大的服装集散地汉政街 来自韩国的江珍远 开启了服装设计的新梦想 2019年江珍远参加服装设计比赛 获得前来武汉的机会 她与女儿韩瑞玲一起 在汉政街云上武汉国际时尚中心 经营起服装店 守店的日子 母女两也见证着这座城市走向南雪复活 客流与人气逐日回归 给了他们信心与底气 最近两人共同设计的服装展也将举行 江珍远说正如武汉努力控制住疫情一样 这座城市告诉人们 努力就会看到希望 我们在说中文是说中文 已经不耐用了 同时可能会忽不耐用 我们在说中文以众计的 中文会做是很难的 因为在讨计上 我们在世上的事件中 国际上是说了 公党即可 河本期 他们希望